好来看到副一长潘岳侠服务处和民房大队玉礼中队 15号是共同来办理捐血的活动 主办单位准备丰盛的礼品赠送给捐血人 那么在主办单位的后周之下呢 期盼朝最高250代鲜血适时驿注捐血中心血库 副一长潘岳侠服务处和民房大队玉礼中队 15号共同办理捐血的活动 主办单位准备丰盛的礼品赠送给捐血人 在主办单位的后周下 期盼朝最高250代鲜血适时驿注捐血中心血库两存 今天主要是我们玉礼镇民房中队陈志远中队长 那期盼的一个捐血活动 那场景不管是民房或是驿警或是其他救活团 玉礼镇只要先允许我们都可以来协助 各个盛团一起来办捐血活动 盘岳侠亲自到床坐镇现场除了设有副议长办公室 民众服务处巡站之外 还邀集了瑞瑟富里玉礼卓西等四个乡镇的服务之工到场服务 捐血人 大家来为血荒尽一份心力 捐血是给自己升级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机会 希望这个我们乡线能够尽量建筑于热血 盘岳侠说捐血一次可以最多帮助三个需要书血的人 捐血者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可以疏解情绪压力 得到精神上的满足感 每次捐血可以消耗最多 650卡路里的热量是附加的好处 记者高雄雄玉礼镇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